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若约拿和约书亚有一个共同的关键词 他会是勇敢 约拿虽然是勇敢的人 但一旦失去了勇气 胆怯了他就抛弃了上帝赐予的使命 试图逃避上帝 那么约书亚呢 在征服迦南地的过程中 上帝向约书亚最强调的是什么呢 上帝常常对约书亚说 要勇敢 因为要进入被称为 天上迦南的天国必须要有勇气 所以上帝反复说 要勇敢 借此时间 我们要将上帝的话语 全心全意地铭记于心 记住传福音也是一样的 看一下约拿和约书亚吧 约书亚虽然胆小 但后来变得勇敢 而约书亚就是上帝赐予的勇敢的缩影 一起查看一下他勇敢的成就的神迹吧 一起看一下约书亚记一章二节 一章二节 我的仆人摩西死了 现在你要起来 和众百姓国之约旦河 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区 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 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 从旷野和这里巴嫩 直到又发拉底大河 赫人的全地 又到大海日落之处 都要做你们的境界 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 敌对者的意思 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 我怎样与摩西同在 也必照样与你同在 我必不撇下你 也不丢弃你 上帝吩咐他当怎样呢 你当刚强壮胆 这是上帝一直在强调的内容 上帝在他们即将进入牛奶与蜜的加南地时 上帝时刻对约书亚强调说 你当刚强壮胆 你当刚强壮胆 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纳地为业 就是我向他们列祖启示 应许赐给他们的地 七节 只要刚强 上帝吩咐他要怎样 要大大壮胆 下一个节刚开始 上帝就再次强调了要勇敢 那么上帝在这里 想要的是怎样的勇气呢 上帝说 要大大壮胆 棘手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 不可偏离左右 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 总要昼夜思想 好使你棘手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 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 凡事顺利 我岂没有吩咐你吗 上帝再次吩咐什么了呢 你当刚强壮胆 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狂 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 耶和华你的上帝必与你同在 在约书亚和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之前 上帝反复向约书亚强调说 要勇敢 比起用信心的眼光去看待耶利哥城 而是用肉身的眼光去看待耶利哥城时 他们觉得耶利哥城非常可怕 是坚固无比的要塞 而且耶利哥城的居民也是伟人 与普通以色列百姓相比 他们的身量相差巨大 上帝担心约书亚会失去信心的眼睛 所以不断地鼓励他要拥有信心 约书亚的信心有多么了不起呢 他是说他们是我们的实物的人 但当他抵达耶利哥城时 上帝却一再强调要勇敢 你当刚强壮胆 不要惧怕 也不要惊慌 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 耶和华你的上帝必与你同在 在我们为完成福音而努力的过程中 可以说恐惧和胆怯会成为 我们福音的一大半角石 换言之 我们若不将肉身的眼睛 变成信心的眼睛 就无法参与到上帝亲自成就的 末后时代福音事宫中 不是吗 因此上帝赐予了约书亚勇气 让他去占领牛奶与蜜的迦南地 我们在约拿的历史中 也能找到这种勇敢的事迹 一起看一下约拿书一章话语 约拿书一章一节 约拿书一章一节中说 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 说 你起来往尼尼威大城去 向其中的居民呼喊 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 他做了什么呢 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失去 躲避耶和华 想一想 约拿当时的感受吧 尼尼威是亚述的首都 以色列的仇敌是亚述 而且他们信奉不同的宗教 他们敬拜外邦的神 以色列百姓却信奉耶和华 他们的上帝 但上帝却吩咐约拿 去尼尼威城 上帝说要宣告什么呢 再过四十天 尼尼威就会倾覆 换句话说 上帝让他去宣告说 你们必被灭亡 对于约拿来说 完成这个使命 是非常艰难的事 去敌国首都大声宣告 绝非易事 而且他去那里 并不是为了向他们传讲好消息 而是为了向他们传讲 他们国家灭亡的消息 所以他完全没能鼓起武器 最终躲避耶和华的面 逃向他失 下道约怕 遇见一只船 要往他失去 他就给了船架 上了船 要与船上的人 同往他失去 躲避耶和华 然而 耶和华 使海中起大崩 海旧狂风大作 甚至船几乎破坏 水手便惧怕 个人哀求自己的神 他们将船上的货物 抛在海中 为要使船倾斜 约拿以下道底舱 躺卧沉睡 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 你这沉睡的人啊 为何这样呢 起来求告你的神 或者神顾念我们 使我们不知灭亡 船上的人彼此说 来吧 我们撤迁 看看这灾灵到我们 是因谁的缘故 于是他们撤迁 撤出约拿来 结果约拿被扔进了海里 约拿在渔腹中 度过了三天三夜 最终他向上帝恳切祈祷 并且从渔腹中出来 当时约拿是怎么想的呢 就像死在渔腹中一样 因此他下定决心说 我已经死过一次了 所以从今以后 我要鼓起勇气 往您一围去 看一下三章 当他变得勇敢时 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我们一起来查看一下 三章一节 耶和华的话 二次临到约拿说 你起来 往尼尼威大城去 向其中的居民 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 约拿便召耶和华的话起来 往尼尼威去 这尼尼威是极大的城 有三日的路程 约拿进城走了一日 宣告说 再等四十日 尼尼威必倾覆了 约拿此时 正在向信奉不同宗教 折磨 逼迫 和压迫以色列的敌国的 首都城中呐喊 现在因为我们是再读 用文字记录的圣经 所以不会百分之一百地 感到那种危险和可怕的状况 但即便如此 约拿若不拥有一颗 非常勇敢的心 就绝对无法应对这种状况 在等四十日 尼尼威必倾覆了 五节 尼尼威人信服上帝 便宣告进食 尼尼威人原本并不是信奉上帝的人 他们虽然信奉外邦的神 但听到约拿勇敢地 宣告后 他们开始在上帝面前悔改了 各位 上帝一直在小于我们 要有勇气 要大胆 这是有原因的 在这里 不是约拿的话语 让尼尼威人惧怕 并悔改自己的罪 是因为差遣约拿的上帝的旨意和能力 所以他们才宣布进食 并侧耳倾听约拿的话语 都打开了心扉 打开了耳朵 继续查看五节 尼尼威人信服上帝 便宣告进食 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 这信息传到尼尼威王的耳中 他就下了宝座 脱下巢符 披上麻布 坐在灰中 他幼使人便告尼尼威通城 说 王和大臣有令 人不可尝什么 牲畜 牛羊不可吃草 也不可喝水 人与牲畜 都当披上麻布 披上麻布 还有悔窄的意思 不是吗 披上麻布 人要切切求告上帝 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 丢弃手中的强宝 或者上帝转移后悔 不发烈怒 使我们不知灭亡 也未可知 于是上帝查看他们的行为 见他们离开恶道 他就后悔 不把所说的灾祸 降与他们 请各位想一想 约拿到敌国的首都中 但他却没有宣布好消息 反而宣布了 再过四十天 尼尼威城 必会倾倒的坏消息 这实在是太可怕了 所以 当上帝让他去尼尼威时 约拿起先感到害怕 不是吗 他逃上了开往他师的船 不是吗 当时 约拿非常害怕 但约拿却在三章中下定决心 想到 因为我已死过一次了 所以 我要成为勇敢的人 因为他照着上帝的吩咐而行 尼尼威城的全部百姓们 在上帝面前进食 最终上帝改变了主意 没有给他们 降下他所威胁的灭亡 当时尼尼威城有多少人呢 看一下十节 在约拿书四章十节中说 耶和华说 这壁麻不是你栽种的 也不是你培养的 一夜发生 一夜干死 你尚且爱惜 何况这尼尼威大城 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 有多少人呢 有十二万多人 并有许多牲畜 我岂能不爱惜呢 也就是说 约拿勇敢的行动 拯救了十二万人 这真是了不起的事 不是吗 各位 当我们有勇气时 一定会成就这样的结果 所以上帝担心约书亚会失去勇气 所以才对约书亚说 你要刚强壮胆 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 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 赐给你们了 上帝吩咐约书亚要大大的壮胆 绝不是一点 要有胆量和最大的勇气 上帝通过约书亚 多次强调了勇气 请想一想约拿的历史 失去了勇气的约拿盒 将勇气升华为信心 得到了勇气 并遵行上帝旨意的约拿 各位 两者有多么不同呢 他引导约十二万 分不清左手右手的尼尼威人 在上帝面前跪下悔改 这不是一群人所为 只是一个人去行了 所以可以说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 他是如何在一天之内 引导十二万人悔改的呢 因为他对上帝有绝对的信心 因为他百分之一百相信上帝 所以上帝才让这种惊人的事工发生 上帝让尼尼威人的心得到了改变 不是吗 这种变化不是约拿造成的 是谁造成了这种变化呢 是上帝通过约拿开启这事工的 约拿只是起到了波动开关的作用 约拿一个人绝对无法打开电灯 这不是他的角色 我们的角色也一样 上帝说只要用信心打开开关就行 我们只要按下开关 整个黑暗的世界就会变成光明的世界 因此上帝赐予了我们怎样的话语呢 看一下提摩太后书四章 一起查看一节 提摩太后书四章一节中说 我在上帝面前 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 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 我们要怎么做呢 物要传道 无论得时不得时 总要专心 并用百般的忍耐 各样的教训 责备人 警戒人 劝勉人 因为时候要道 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 耳朵发扬 就随从自己的情欲 增添好些师父 并且掩耳不听真道 偏向荒渺的言语 你却要凡事谨慎 忍受苦难 我们还要怎样呢 做传道的功夫 尽你的职份 无论得时不得时 我们都要拥有怎样的心呢 我们要拥有怎样的信心呢 我们若以勇敢的信心去做 一个人一天就能引导 十二万人以上 在圣经的历史中 可以说这是在一天内 向最多人数的人 传道的记录 根据使徒行创二章 有一个人一天 结了三千个果子 那人就是彼得 他引导了三千人悔改 初代教会也结了五千个果子 初代教会的福音之火 如火如荼 圣徒们被圣灵的能力充满 引导了三千名和五千名圣徒们 然而约拿的行迹 是圣经中最伟大的记录 他引导了十二万多人悔改 那么起初的约拿是怎样的人呢 他害怕地逃跑 但上帝改变了他的想法 改变了信心的方向后 赐予了他力量 引导十二万人悔改 不是吗 那么过去发生的事 对我们来说会怎样呢 都是为了教导我们而记录的 不是吗 起到镜子和影子的作用 那么类似的状况 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 没有任何律法可以禁止 圣经中记录的所有事 都是上帝成就的事 所以这种事也会发生在我们所有人身上 这是我们所有人都能做到的事 为了将迦南帝完全赐给以色列百姓 上帝吩咐约书亚要怎样呢 吩咐他要勇敢 要大大壮胆 不要惧怕 因我必与你同在 不要惊慌 因为我是你的上帝 我要帮助你直到最后 各位 上帝总是在帮助我们 现在所做的福音 即便眼前的这个人 是比我们高大的耶利哥人 上帝也吩咐我们要勇敢 要大大壮胆 我会帮助你 看一下以色列百姓的四十一章十节 上帝在四十一章十节说 你不要害怕 因为我与你同在 不要惊慌 因为我是你的上帝 我必坚固你 我必帮助你 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 上帝会帮助我们 上帝说 因为我与你们同在 所以不要惧怕 因为我是你们的上帝 所以不要惊慌 上帝说 我会亲手牵着你的手 即便是漆黑的夜晚 我也会一直与你们同行 无论你面临多么绝望状况 我都会一直帮助你 因为上帝说 会一直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像 约拿当初那样 因害怕而逃避自己的使命 我们绝不能陷入这种诱惑 撒旦绝不会在我们 拯救世界的过程中 袖手旁观 他不会轻易地为我们让入 但在上帝看来 撒旦就像硫磺火中的 一根稻草 什么都不是 上帝说 即便你要寻找仇敌 也找不着 上帝应许说 会帮助我们 完成这所有的事工 不是吗 看一下13节 因为我耶和华 你的上帝 必搀扶你的右手 对你说 上帝是怎么说的呢 不要害怕 我必帮助你 上帝常常说 会帮助我们 我们若是失去上帝 必会帮助我们的信心 那么所有的一切 都会变得非常可怕和恐惧 若失去信心 全世界看起来就像我们的敌人 亚南军队来攻城时 以丽莎的仆人只看到了他们的敌人 她之所以害怕 是因为她看不到他们的任何盟友 而只能看到他们的敌人 因此 她不知道该怎么做 当时 以丽莎向上帝祈祷说 上帝 求你开她的眼睛 让她看到 与我们同在的人 比与仇敌同在的更多 当她灵的眼睛打开时 她看到 天上有数万天使 将成维护 当她看到被守护后 最终感到了安心 各位 上帝说 我要帮助你们 我们要更加相信上帝 是全知全能的 不是吗 我们要放下 因福音而产生的恐惧 遵照上帝吩咐地 将福音传向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的话语 努力热心地传道才行 希望我们都能以 寻找所有失散的 弟兄姐妹的信心和决心 去完成福音事工 继续查看十四节 十四节 你这种雅各 和你们以色列人 上帝是怎么说的呢 不要害怕 耶和华说 我必帮助你 你的救赎主 就是以色列的圣者 看一下十五节 看啊 我已使你成为 有快吃打凉的新气局 你要把山灵打得粉碎 使刚灵如同康比 你要把它博扬 风要吹去 旋风要把它刮散 你倒要怎样呢 你倒要以耶和华为喜乐 以以色列的圣者为夸耀 是我们的上帝帮助了我们 我们的上帝至高无上 是最伟大的 各位先知者们 要时刻拥有这种心态才行 上帝通过消除恐惧 赐予了以色列百姓迦南地 又通过消除恐惧 让约拿拯救了十二万多尼尼为人 若一个人向十二万人传道 那么向八十亿人传道 需要多少名先知者呢 若计算先知者的人数 上帝所预备的人数 是绰绰有余的 即便没有我们的参与 上帝也会经营 完成所有的事工 所以上帝才小于我们说 不要惧怕 不要惧怕 总要热心传这福音 无论上帝的话语传播到哪里 黑暗的世界都会变成光明的世界 我们一定要相信 并时刻铭记这一点才行 希望我们都能成为 在上帝的祝福下 恩典地传播 震惊全世界的 宝贵福音消息的先知者们 我们要成为像约拿一样的人 但我们要成为怎样的约拿呢 我们不能像逃跑的约拿一样 而要像大胆地传道的约拿一样 因为我们和约书亚 肩负了同样的使命 所以我们要继承属灵的迦南才行 上帝强调说 为了完成我们的使命 我们要勇敢才行 我们都要成为 永不失去勇气的先知者们才行 上帝应许我们说 我会帮助你们 希望我们不要忘记 这宝贵的应许 也不要失去 对这应许的信心 愿我们都能得救 并重新回到 天上父亲和天上母亲的怀抱 希望今年必能成为如此恩典的一年 以此结束今天的话语 谢谢